請問幾場 昨天有人說想要看獵人 所以有獵人的話我應該會選獵人 沒有獵人 我想選戰士欸 雖然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戰士在競技場裡面 應該算是最難玩的職業 白莫很強 鬥歐獲血斧 或盾牌夢境 應該是邪候之斧啊 好吧 應該選鬥歐 因為如果我們把鬥歐看成AOE的話 鬥歐的效果的確是比較好 末日齋爾一起出另外兩張是殺死士 你可以去看昨天的影片 我不會記得 已經傳到Youtube上面去了 所以可以去看看 抖 發明加OP 這個一點血的話 不大好 然後讓對面抽牌也非常不好 你看我們要用一個四點生物來抽牌 然後這個三點生物會被獵人打爆 然後還要用對面抽牌 死亡之士或智炎戰斧 應該是智炎戰斧 死亡之士雖然也是很強 不過他會打到自己的手下 通常不是問題啦 應該說有時候是問題 因為像這種兩點生物 雖然打到自己的手下 可以跟白莫狂張是COMBO 不過 之前戰斧算是神器這種神器 因為 他讓你第二回合的時候有排出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他幾乎可以解掉所有的三點生物跟兩點生物 少數例外是 呃 死亡領主跟牧師的那個 什麼教室 我忘記了 Dark Dark Cultist 之前戰斧 肉身殭屍OP啊 肉身殭屍 可以 讓你搶的先祭 因為 第一回合出的時候 對面出一個三二生物 那你就可以用肉身殭屍跟他換 這裡 可能是戰爭魔像 可以考慮精靈弓箭手 精靈弓箭手其實不錯 第二個 自然戰斧 嗯 我覺得應該選第二把自然戰斧 自然戰斧 前期抽到 非常非常重要 血色 先不選盾牌猛擊 因為 我先不選盾牌格擋 因為沒有盾牌猛擊 黑暗教徒 大劍師3.43 算是非常不錯 而且如果選到治療牌的話 還有combo可以打 所以應該選 納克薩瑪斯 因為納克薩瑪斯 是一個會成長的 三三 理論上他是個三三 他 這個二二這個 這個 這個數值就是讓 讓你出的時候 你要稍微想一下 對面會不會奉獻你 或者是 煉人風暴 幹嘛的 應該說 暴風雪之類 所以應該是 納克薩瑪斯 炸彈克算是個AOE 應該說算 0.2個AOE 第三把武器 好 武器很讚 暴露其實很不錯 狼人其實也不錯 一方面 懶人三點攻擊力 可以跟那個 三點攻擊力 或以下的生物 給衝鋒 那個combo 另一個是 像我們 戰士自然而然會有這種 不小心對自己手下 造成一點傷害的東西 可是暴露 實有其效 因為加3加3真的很多 也就是對面如果解不掉你的手下 然後你就給他暴露的話 有其效 先選狼人好了 我們現在沒有一些很正常的兩點生物 只有一張正常兩點生物 克爾克隆精英 或是狗頭 狗頭沒有combo 嘖 先選克爾克隆精英好了 Kirkrong Elite 喔對 暴露配搭電視有combo 我覺得還是 偏困難 這裡應該選順批斬 我很想選釀酒 因為我現在沒有一個正常兩點生物 在我心中我覺得我應該選釀酒 呵呵 因為兩點生物的重要度 超乎你的想像 衝鋒 衝鋒是你要有優勢 才有 才比較好用 這裡先選狂戰士 理由也是因為 我們預期會有死亡知識這種東西 武器OP 或是暗靈異者 我現在有1 2 3把武器 再來一把好了 4 8武器 淡水餓或略保囤積者 抽點牌吧 幼龍祭司或是暗 或是衝鋒 幼龍祭司對上 對上法師之類的不大好 還是先選幼龍祭司吧 因為我們4點其實也有點確勝 現在只有3張 先把這兩個拉起來 哇 日行跟白魔 應該是要選日行啊 大怪最高 惡毒的鐵匠跟冰霜元素 應該先選惡毒的鐵匠 因為我有武器 而且還要很多把 雖然可能還是不夠多把 斬殺或是肉身殭屍 這是一個 大解 可以解大怪 所以應該先選 斬殺 我現在一張斬殺都沒有 要不要選第二張斬殺 這是一個好問題 先選雷毛 旋風斬或戰歌指揮官 我蠻想選戰歌指揮官 因為有很多 可以跟戰歌指揮官搭 所以先選戰歌 我們是沒有嘲諷 應該是沒有嘲諷 對 只有日行是嘲諷 選個嘲諷 而且我們4個戰士 但是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法傷 沉默或是雪人 應該選雪人 雪人OP啊 苦痛好了 苦痛可以抽點牌 希望 選張旋風斬 因為我們有一些combo可以打 衝鋒或是法傷 現在有1 2 3 4 4 5 其實選個衝鋒好了 因為加上武器的話 我們前期的牌應該已經夠多了 第二張白墨 好 所以這基本上是像個打臉戰的狀況 也就是我們必須要在對面AOE之前 把對面打爆 不過我們有一張鬥鋒 可以起死回生 不過鬥鋒配上 現在的 眾多納克賽馬斯死亡 之聲會叫怪的 的手下之後 鬥鋒變得沒有那麼好 我會單喔 你的靈魂屬於我 你的靈魂屬於我 神力 納克賽馬斯 恩 這樣我其實想要一個 一個 4點生物 或者是斧頭 給4點生物 戰個指揮官 哼 來 出個1點生物 竟然沒有 喔 有武器了 所以我們如果 如果他這回合出一個寒生物 所以這裡的考量是我們要不要出這個 嘖 應該先不用 還行 還行 然後我們不大在意自己的血量 因為 基本上在競技場 戰士你如果 開始點了你的護甲的話 幾乎就是要輸了 雖然對面也是Rush 這什麼 魂火我的臉 這是魂火 或是惡魔火焰 不肯是惡魔火焰 欸 這很不錯啊 到底為什麼要這麼猶豫 旋風斬 出戰歌有點冒險 不過他如果活著的話 等一下這有兩個衝鋒的東西 撿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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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這算是一個蠻弱的 對他來講是一個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這到底要怎麼講 該說 對他來講這回合很弱 對我來講這回合 他也很弱 所以就是 對我們有好處 不會代表他知道戰歌的嚴重性 哇 壓倒性 壓倒性還是解這隻 感覺不太划算 我們現在還是需要長優 所以我先不出苦痛 雖然等一下有旋風斬 可以跟苦痛搭 不過其實這種 這種東西我希望 等那個 等我好東西出來 對就是這個 十七 基本上要打了 因為他可能會有AOE 沈默 為什麼不沈默這個 小龍鷹 小龍鷹 OK 喔 吸掉衣射啦 我能夠同時解掉這兩張嗎 可以 嗯 然後我也應該要解 雖然我會再坦4滴 然後我如果解的話 就代表是 我場面上會沒有東西 出狼人 出狼人 限制他 能夠出的手下 然後我們差不多要開始上盾了 噴夢龍很賺 呵呵 這回有點太賺 他可能會有更多傳說啊 你永遠都不知道 搞不好另一張更好 搞不好另一張更好 比如說 切盾男爵之類的 他這樣出 我覺得你怪怪的 你確定那樣出正對嗎 然後一樣我們維持 三個手下 然後我不用這武器攻擊 因為他如果受傷的話 我們武器 這會變成一個 4點攻擊力的武器 雖然這邊有更多武器了 等著被使用 大爆炸啦 這是八滴耶 可以他 想看 想辦法射到這一隻 他射到了 哇靠 斬殺 所以我可以用我的角色來坦他的傷害 然後讓我這隻 呃 多一滴血 沒問題 先出一些 比較猛的生物 其實這隻也不錯 呃 出這一隻好了 免得他有一些奇怪的AOE 嗯 這第一層 免霜 這是一把6點的武器 所以6加 他 哦 還要幹嘛 蛤 這麼殘暴啊 這麼殘暴 這裡可以噴斬殺了吧 而且 剛剛我想用斬殺是因為 他 再有大怪 嘲諷的機率 沒有那麼高 而且我希望我維持一下 我血量免 被一些奇怪的東西搞爆 嗯 這有幾把武器啊 1 2 1 2 3 4 4 吧 嗯 這就叫做 4武器 4武器 1鬥歐 4武器鬥歐 雙 白 摩 好 就這樣啊 展示 嗯 一剩 我把這個 放在旁邊好了 嗯 這樣 啊 這樣會用到花鼠 OK 嗯 4武器感覺7勝 加 4武器 基本上遇到很多AOE的法師 除了剉賽還是剉賽 呵呵 因為我最後一張鬥歐 可是他可能會有兩三張眼爆 欸 不會解到 花鼠 解個圖 我還在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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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哇 兩個白沫欸 可是我 只想留一個 想要兩點生物 一點生物更好 嗯 抖歐太早了 旋風斬 可以跟白沫combo的東西不多 狼人怎麼又來 嗯 魚人 所以感覺是這樣喔 然後他會打好臉 然後我等一下就 旋風斬 他想必也明白這一層涵義吧 嗯 真希望我有多一點魔力 可以這 這裡能夠 不旋風斬嗎 也是可以啦 讓我們變成貪心寶貝 希望他打好臉 打好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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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好臉好嗎 大大 你做得到對不對 請打好臉 我們超貪心 打我臉 打好臉 打好臉 沈默 喔 你會後悔 吧 哇 這要怎麼解啊 沒有要解的意思 沒有要解的意思 所以我可以出這個精英 然後 用他打臉就好 雖然這樣有點怕揮擊 不過這個場子 揮擊 出這個囉 其實可以先考慮先旋風斬再出這個 不過旋風斬 留著跟他抗好了 雪人 哇 打我臉 瘋狂打我臉 是炎戰斧 表示我們可以撿到雪人 沒有 好熱喔 我到底有沒有開得起 沒有 抽牌 好 進入掃擊區 感覺下狼人比較好 嗯 小 我需要下多一點生物 他應該優先解這一隻 除非他現在有新火 他很肯定有新火 好 新火就剛剛好 可能要 可能要 他現在如果下一個88的話 我等一下 就 都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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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通常不會考慮自然之力啊 看起來他連咆哮都沒有 倒臉 斬傷 好了沒問題 去吧 幹 剩一滴 應該是 感覺揮擊不應該這樣 不是 你叫什麼 不應該讓他找到那麼好的機會用揮擊嗎 不大確定 揮擊 一倍OE就爆了 也沒有玩得很好 等一下 我要 把這個弄出來 然後改勝場術 好 冰封血 放不下嗎 放不下 放不下怎麼辦 哇 又沒有兩點生物 饒了我吧 我要兩點生物啊 肉身殭屍 兩點生物 嗯 感覺應該扣著 因為他可能會有 之王者 之類 魚人之類 之王者 兩張 我怎麼會知道他有之王者咧 真是太神奇了 憤怒姬憤怒姬 我還在截圖 呵呵呵 滴金發明家 滴金發明家 OK 總算搞定了 這個 這副 特別長 我該會沒有pass吧 有 他選了很多野獸 嗯 嗯 先行討處就是保證他下一回 還會活在廠商 除非對面用AOE 或用一些奇怪的東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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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好久喔 秘密 先出武器齁 冰凍陷阱 OK 這是什麼陷阱勒 我的掃場幾乎已經用掉了 還剩下 啊 感覺對獵人也不是很好打 還用射的 還用射的 初學人吧 可能 喔 是狙擊 因為我現在抽到死亡之士 所以我可以扣一下這個 或者我可以用這個打臉 可用這個打臉的問題是 變成我下一活一定要上死亡之士 另外一點是看我要不要自己用 自己把這個打掉好了 一方面讓他 他 不再是個野獸 而且無論如何他都會打進這隻裡面去 哇 第三個秘密他有超多秘密的欸 瞎 他 他剛剛那個秘密是什麼 喔 狙擊 不是狙擊 可能是冰凍陷阱 所以我等下可能要出這個來測冰凍陷阱 是冰凍陷阱 他連破盾都不想破的話就是冰凍陷阱 無面 做人何必這樣欸 毒蛇陷阱 毒蛇陷阱 這也不是很好 呵呵 難玩啊 拆陷阱時刻 咳 咳 噢 噢 死兩隻喔 死一隻 死一隻 那你原本要怎麼做 這樣不是挺好的嗎 我有可能不會輸嗎 是沒有可能啊 就算我有10滴 然後 爆炸 呵呵 不解釋 這樣也會爆啊 對啊 太多秘密啦 可能我剛剛應該上武器會比較好 不過我怎麼知道咧 呵呵 嘖 太殘暴了 而且他還有 他有那個咚咚 不行我們不能移聖 我們不能移聖 我們不能移聖 終於有兩天的生物了 FINALLY 受死吧 牧師 哇 如果不解他應該不會發生什麼很悲慘的事 因為我下這隻的話他應該會自己送進來 思想結局 所以他現在有很多牌 他這樣打我臉 超怪 這某種程度表示他有神聖星星之類的東西 或者是奧琪奈治療之環 可是有奧琪奈治療之環的機率其實很低 有奧琪奈治療之環 看不見 不認真 不認真 接近 哼 他現在是4點 的攻擊力 所以他沒有辦法痛或是死 OK 等一下 我手上有7點 所以他先11滴 這邊是11嗎 8加31沒有錯 有點盾 兩勝 對 剛剛拿很大的槍打嘲碰還不會死 會死 因為很大的槍會在場上 他用2隻野獸撞進很大的槍 那 他的那個 那個 土狼就會變成 8點攻擊力 因為他是11隻野獸加2加1 所以他土狼就會變成 8點攻擊力 然後再加上英雄魔衣就剛好10滴 所以就算用很大的槍也會死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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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武器或是2點生物 收成殭屍終於願意來凱瑞我了 謝謝你牛神殭屍 而且武器都來了 而且武器都來了 火球 火球 火球哪這個啊 他還沒有出過一張牌 他還沒有出過一張牌 代表他生物攻擊力可能是像這隻2 3 OK 戰斧 或者是出這個 或者是出這個 我不想犧牲這隻生物 所以我應該要出斧頭 然後把六層殭屍叫回來 再放煙火啊 對面我只剩16滴了 我現在場上的傷害是 7 9 12 感覺直接打他臉就有可能會贏 然後不要出人殭屍 然後不要出人殭屍 打臉戰精髓啊 T6之前解決對手 可以說T7之前解決對手 我可能 我覺得我打競技場的時候好像都 太隨性了 然後等一下還可以想辦法抽到 致命傷害 好像寒冰劍火球都要噴出來 他可能會炸死自己 炸死自己了 有沒有 冰凍的 沒有 手牌順誰擋不住啊 三勝 我忘記改勝場術了 來吧 陈唐 寒術殭屍和烈 四眼戰俘 來吧雪人 沒有雪人 好 想必大家已經知道肉身殭屍的OP之處了 哇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我應該出這個嗎 我應該出這個齁 等一下可以出這個 或者是下技能戰斧 或者是釀酒把這隻彈回來 心靈之火 那我大概是彈這隻回來 他這樣做是表示 他前面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他要盡量減低傷害 哇 不是吧 這麼快就放棄了 他手上應該都是大牌 都是T5T6的牌 然後沒有AOE 死聖 有點扯啊 T3就結束了 呵呵 呵呵 當你兩敗的時候 心中的那種絕望總是特別強烈 所以 當你兩敗的時候 還是要保持平常心 咳 咳 No 我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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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吧 出現吧 我的牌 出現吧 我的牌 嗯 算是 看他有什麼牌 我們不知道他有什麼牌 我們不能說他是不是真的太早放棄 游擊這種狀況是可以那麼早放棄的 比如說 他沒有AOE OK 又開始卡手了 呃 請不要 肉身殭屍 自然戰斧 肉身殭屍 自然戰斧 肉身殭屍 自然戰斧 好 這也不錯啦 除了他出很多一點生命的生物 放個旋風斬 不會那麼有用 抗壓性太弱 那個牧師可能想 喔 又來這一套 我寧願放棄也 不要被虐 咳 對面感 感覺也是剛剛抽到牌 我們可以看他 到底換幾張牌 全換 我先熟 所以現在我是一個沒有武器的戰士 所以 等於說 我就這樣扮慘了一樣 不要 又是這些秘密 喔 有武器 可以 所以不是懺悔 小狼 小狼 喔 我要用我英雄能力了 OK 所以是 光龍犧牲 NO 沒錯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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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等一下有武器 不過這隻武器也只能解決這隻狼 而且他還有錢幣 瘋狂科學家 錢幣出了 應該是翻這個吧 潮汐魚人 潮汐魚人 潮汐魚人這很夯啊 我連續兩次有潮汐魚人場都沒有辦法 用旋風斬 他可能會繼續打我臉 潮汐魚人 我想一下 煮刮身 尖 石 這種 pyורה 這隻 這張真的沒有做壞嗎 這樣好啊 為了不要觸發任何秘密 我們先...這麼做 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秘密到底是什麼 我完全沒有測它 因為如果說測到報復的話我可能會爆炸 加攻擊力 倒臉 可能需要一個斬殺 哇靠 這沒有犯法嗎 我覺得這好像犯法耶 我準備好了 他剩兩張牌 我來想想 為了十字圈 嗯 我來想想 為了十字圈 剩三滴 剩三滴 OK 我們做得到 應該要立馬下嘲諷 然後 然後我不想解這一隻 因為...解這隻的話 我現在沒有辦法上盾 我會死在... 我會死在奉獻底下 他現在有四張牌 我會死在奉獻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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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戰哥指揮官加上 一個衝刺的鼓動 是真 如果說是暴復的話 他會變成... 加三加二 所以會變成三滴血 那我可以用這隻狀 他現在想這麼久我就會覺得一定是暴復 王者祝福 王者祝福 他王者祝福這一隻欸 也就是加三加二之後 他會變成一個六滴血的東西 衝啊 帶來偷國吧 OK 五滴 接下來有這個超強的衝鋒防戰士 然後還有旋風斬 所以搞不好如果再抽到一張 白沫狂陣士的話 搞不好可以秒他 倒通 嗯...先抽牌吧 炸彈克 炸彈克 死亡之石 9 11 13 13 嘖 血量掉得很快啊 這就是為什麼你不該把詹仁哥指揮光留在場上 因為他很OP啊 應該說如果有COMBO到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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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五勝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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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很棒 嗯... 什麼 嗯 兩點生物 他們都是很好的四點生物 不過兩點生物的重要性 太高了 這隻會讓 對面沒有辦法 發英雄能力 哇現在 這種聖場的聖騎感覺都會帶很多秘密 秘密一樓筐 這麼多秘密就會很需要武器 用武器可以測光榮犧牲 然後 也是突發性的傷害 這真的太詭異了 蛤? 蛤? 不是懺悔 不是懺悔 呃...不是... 不是光榮犧牲 不是救贖 咳 不是燕懺悔 應該只有可能是... 爆腹了 這會祝福 為什麼不放這隻 OK OK 前來爆到 我有一把很大的槍 這樣我合力懷疑 這是光榮犧牲 這樣子我合力懷疑這是光榮犧牲 不要 其中...現在也是滿怕奉獻的 嗯... 等一下應該出日行 除非有一個... 好的戰哥combo 沉默 沒有 奉獻...OK 先出吧 先出吧 畢竟已經知道他沒有沈默了 所以... 基本上他勝度應該用不掉 除非他有... 血漆之類的 最不濟的話 我可以噴... 噴這個旋風斬 所以現在這個會衝鋒 然後... 加3加2的話 這是4 3 所以我應該讓... 無論如何有個都會變成一滴血 然後一個變兩滴血 所以就變兩滴血好了 所以做法就是這樣 這樣... 現在還是很怕奉獻 他沒有錢幣了 他現在可能會有... 豬王損位者 老虎 沒有必要這麼著急嗎 沒有必要這麼著急嗎 呵呵... 這可以...這也會衝鋒嗎 4 恩... WP啊 儀式同仁 這還蠻詭異的 奉獻 OK 逼出一個儀式同仁 失去場優 戰爭魔像 我現在需要一把武器 我只是需要一把武器 他要吃7點 憤怒的水 嘖 嘖嘖 嘖嘖 憤怒之水也不太好 嘖嘖 蒼狼 還是7滴 連聖功真一隻水都出來 所以等一下是11滴 11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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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碎是剛好囉 沒有不是剛好 嘖 看起來這賞胸多吉少啊 嘖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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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先抽 5滴 10滴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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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念 發現台有明顯改變 有嗎 只不過是多一些 多個聊天室而已啊 因為現在比較多人會在聊天室聊天 所以才 聊天室放上來 不然以前可是很淒涼 不然以前可是很淒涼 喔 金卡 聖騎各種秘密啊 哼 感覺應該流血人 嘖 可是流血人其實也不大對 流血人也會被陣營解掉 求獵人 好啊 獵人啊 等一下 把這咚咚拿掉 把這咚咚拿掉